好的主播 这起强盗未遂案 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延基街的一间营楼内 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名身穿白色上衣 黑色背心 头戴黑色棒球帽的男子 停好机车后随即步行到营楼 营楼店家表示这名周年男子 洋装成顾客走进店内却亮枪要抢劫 店家按向警铃通报跑出柜台 与歹徒发生拉扯 歹徒马上夺门逃逸 营楼的老板和儿子追到巴德路 三段106项的全联外与歹徒发生扭打 过程中还遭到歹徒持枪打伤 造成多处撕裂伤 两人分别被送往台北长庚 以及台安医院 索性意识清楚并无大案 警方获报后也立即前往现场 警方到场后发现扭打现场 遗留7颗子弹一个弹夹 巡线追气索性在三个小时后 在光复南路时期向内查获嫌犯盗案 营楼也没有任何惊事被抢走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叫还主播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